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恐怖电影《黑暗的触摸》 故事开始,在美国的一个偏远小镇的一天夜里 小花抱着弟弟惊慌失措的从家中跑出 房间里是浓烟滚滚 警方赶到现场时,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小花的父母浑身扎满了碎玻璃、钢钉、木屑、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躺在地上早就已经没了呼吸 而更不幸的是,小花因为抱弟弟抱得太紧,将弟弟给捂死了 一夜之间竟然发生如此震惊的人间惨剧 所有的人都是不敢相信 随后警方开始询问小花事情的经过 小花说自己先是听到一阵刺耳的声音 接着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开始挪动家里的家具以及吊灯 就连厨房的刀叉也都飞了起来 扎向了小花的父母 父母被倒下的柜子门板压得动弹不得 大声喊着让小花带着弟弟赶紧逃离 然后房子就着起了火 听了小花讲的事情经过 警方自然是不相信 小花的意思就是这栋房子闹鬼 可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另有引擎 也许是孩子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甚至有些不轻 最终警察和学校一商量 将小花交给了小花父母生前的好朋友 小帅小丽夫妇收养 小帅和小丽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前几年患病去世 生前一直是小花的父亲治疗 除此之外 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小帅夫妇热情的将小花迎进了家 并为小花精心布置了卧室 可小花看起来很害怕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也不和小帅的两个孩子玩耍 小丽安抚了半天都没什么用 小丽心想也许是孩子刚来不适应 可能过些日子就好了 到了晚上 小丽给小花拿来了换洗的衣服 准备给小花换上 小花是很不情愿的脱下了衣服 结果身上的伤疤 让人触目惊心 接着画面闪回到了过去 原来小花常年被亲生父母暴打虐待 特别是变态的父亲 竟然对小花站出了禽兽之举 所以小花对握手摸头等普通亲热行为都特别的抵触 第二天 小丽给孩子们洗了澡 然后要给小花洗 但小花竟然直接穿着衣服躺在了沉满水的浴缸里 小丽忍不住责怪了两句 小花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时小丽的耳中忽然传来了一股刺耳的噪音 接着浴室柜子的抽屉自动打开 把小丽撞得身疼 接着家里的物品纷纷坠落 小帅和两个孩子都受了轻伤 小帅感觉这也太诡异了 虽然没有科学的解释 但他总认为这一切都和小花脱不了干系 难道是小花的幕后有人操纵这一切 他和小丽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决定第二天再和警方反应一下 到了半夜时分 小花偷偷的从床底拿起了几张照片 这是小帅大女儿过生日时拍下的 可奇怪的是 这个姑娘的身上竟然都是黑青 应该是挨过打 接着小花小心翼的打开门 来到了大街上 不远处就是胖婶的家 透过玻璃窗 小花看到胖婶正在疯狂的 殴打自己的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不停的求饶哭喊 但胖婶却无动于衷 接着小花敲开了门 让胖婶停手 胖婶又对着小花一通大骂 小花转过头 告诉两个孩子让跟自己走 两个孩子吓得根本不敢动 小花伤心的哭了 随着哭声 整个房子开始剧烈的晃动 接着厨房的玻璃炸裂 碎玻璃扎进了胖婶的脑袋和身上 接着橱柜洗碗柜都开始往胖婶的身上怼 胖婶很快就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天亮了 小帅找到了躺在街上的小花 很快胖婶的死讯传遍了小镇 由于死状和小花的父母一模一样 大家都传闻是小花带来的厄运 街上的居民都像躲瘟一样躲着小花 家长们都不让孩子和小花玩耍 看着课堂上背着自己指指点点的同学 小花又难过的想哭 但她马上意识到了不对 赶紧告诉大胡子老师让同学们离开课堂 同学们一听笑得更厉害了 但大胡子老师也看到了异样 因为教室的玻璃正在产生裂痕 头顶的灯也在晃动 大胡子马上让同学们下了课 小花也马上跑了出去 遇到了学校的心理辅导员小美老师 小美老师人很好 一直让同学们关心小花 自己也经常过问小花的生活 接着小美老师将小花叫到了办公室 关心的问小花怎么了 很奇怪的是 小花对小美老师的关心并不抗拒 还主动的摸了摸小美怀孕的肚子 这时大胡子老师也走了进来 原来她和小美老师是夫妻 小花对两人很是信任 主动的说出了真相 小花说自己有一种超能力 一哭就会触发 然后将惹哭自己的人给消灭 可小美和大胡子老师 却把这当成孩子编的童话 只认为孩子是受了刺激 她让小花多和小朋友们聊天玩耍 并邀请小花参加自己大女儿的生日派对 第二天 小花是如约而至 小美老师送给了小花一个养娃娃 让她和其他女孩一起玩过家家 小花对这个氛围很不适应 她惶恐地看着其他的孩子 他们正在欺负自己手中的娃娃 拽娃娃的头发 抠娃娃的眼睛 小花是崩溃了 她仿佛看到了自己被父母虐待的场景 小花又哭了 与此同时 所有的小姑娘都不再说笑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花 接着他们手中的洋娃娃都燃烧了起来 但他们却感觉不到疼痛 还将娃娃抓在手中 直到家长们赶来 孩子们才恢复了知觉 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美老师对小花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她终于相信小花是个不祥之人 画面一转 深夜小花带着小帅家的一对儿女 偷偷地离开了家 与此同时 整个小镇的孩子们都偷偷地起床 面无表情地来到了学校的门口 在小花的指挥下 大家一声不吭地走进了教学楼 然后小花带着小帅家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学校 这时身后轰隆地一身 所有的孩子都被砸死在了教学楼里 而另一边 小帅和小丽着急地找着自己的孩子 想到可能是小花带走了孩子 他们就赶到了小花原来的家中 小花是果然在这里 这时的小花不再哭泣 而是直接操作超能力 将小帅和小丽的手脚折断 并将他们放在浴缸里洗澡 最后将两人放在了餐桌前 在三个孩子冷漠的注视下 将两人烧成了灰烬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 好多小伙伴肯定是一头的雾水 涛哥也是又看了一遍 查了些资料才明白 这里涛哥为大家解释一下 小花先是用超能力 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和胖婶 因为他们都在虐待孩子 而收养他的小丽和小帅夫妇 也经常虐待自己家的孩子 小花是无意中找到了 他们大女儿的照片 得知他们的大女儿 就是被小帅虐待而死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让小花的爸爸做了伪证 所以小花才决定将两人给杀害 而在小美老师家 因为目睹了孩子们虐待娃娃的场景 也因为自己最信任的小美老师 对自己失望 所以小花认为 所有的人都是罪恶的 暴力的因子会遗传给下一代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小花只能将所有的孩子 全部杀掉 以绝后患 看了这部影片 涛哥的心理很沉重 伤痕可能会消失 但对疼痛的恐惧感 却将伴随终身 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对吧 另外就是 虐待和家暴 希望都能消失 让爱充满世界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